变叶木是一种桥木,高可达两米,是多彩的官叶植物,适合室内养护。 充足的光照,适宜的温度、湿度和浇水,以及适度的肥料适用和定期的剪裁,都能帮助变叶木保持健康的生长状态,展示出丰富多样的叶片色彩。 光照,变叶木喜欢光照充足的环境,春秋冬三季,最好放在阳光充足的地方养护。 夏季要避免直射的强烈阳光,以免叶片晒伤。 温度,变叶木不耐寒,避免低于10摄氏度的温度。 适宜的生长温度为20至30摄氏度。 冬季,室内温度应保持在10至15摄氏度之间,以防冻害。 浇水,变叶木洗湿润的土壤环境,但避免过度浇水,以免导致根部腐烂。 生长期间应保持土壤湿润,但要避免积水。 秋末和冬季应减少浇水频率。 变叶木喜欢较高的湿度,可以通过喷雾水,放置水盘或者加湿器,来增加周围的湿度。 施肥,变叶木需要充足的营养。 生长期间,每两周施一次富含氮磷钾的室内植物肥料。 夏季可多施氮肥,秋末和冬季则减少或停止施肥。 土壤,变叶木洗疏松肥沃,透气排水良好的土壤。 家庭盆栽可用釜叶土,泥碳土加河沙或珍珠盐混合,作为机制。 修剪 定期修剪过长,老化变色的叶片,有助于保持植株的整洁外观和促进新的生长。 繁殖 叶叶木可以通过扦插繁殖。 扦插方法较为常见,选择健康的枝条进行扦插,保持适度湿度有助于生根。 此外,叶木的枝叶有毒。 应避免儿童和宠物物食或接触其叶片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